FMQ1.5 自由之聲 漁夫自由行 大家好 我是漁夫 很開心 漁夫到我們禮拜晚上9點的時間 可以跟我們各位聽眾朋友在空中在會 今天呢 我們的節目要分成兩段來說 第一段呢 就是要來說 最近這個中正分局那個芳陽林 有人在這個Facebook臉書上面 去跟他做一個方雅琳加油團 還有粉絲專頁 這上面的粉絲幾十萬 很多鄉民都說 騙人的那都是殭屍粉絲 是不是殭屍粉絲 我不知道 但是 我們來討論很多朋友說 什麼是殭屍粉絲 殭屍粉絲是什麼玩具 今天我們第一段就是要來討論這個 那麼第二段就是要來討論 這個太陽花雪印一套 哇 這個民調啊 調查的結果 對國民黨有好感的人反而增加了 對民進黨沒有好感的人 反而也增加了 那就是對國民黨比較好 對民進黨不太好 結果民進黨的這個東主席 所謂總統就散佈說 好 這樣我沒有參選 啊這個就是 這個太陽花雪印到底是對到這個民進黨 都是我們很好的影響呢 這也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主題 嗯 不過要討論之前 我先跟各位說 我們今天所有的節目 都是用這個 iPad 就是用這個 蘋果的iPad來做錄音 呃 為什麼說 阿姨夫你比較不可以 乖乖走的錄音 小錄音 為什麼要討論你iPad的錄音 我想喔 這是這樣啦 喔 可是我這個 實驗如果可以成功 這樣是不是說 以後 每一個人 都可以有自己的公佈電台 啊每一個人 都不用再去跟政府說 譬如說我們要申請一個公佈電台 各位要知道齁 我也申請過一個 齁齁 多久耶 那齁 那齁 我那齁 以後你不是公佈電台走 那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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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齁 只要找那些主題 五千萬啦 要找 齁 所以齁 那齁 那齁 你來想看 我們 我們拿這個東西 應該是在這個網路世紀裡面 每一個人都可以出事 可以說 剛好你比較好 所以你就有 那齁 我們沒有錢的人 我們就都輸了 我就不用發生 齁 所以這 我一直想說 這一定要經過改變 如果 如果是用到這個iPad 那就可以錄音 那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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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拿一支手機 或者拿一個iPad 我可以四處去採訪 那麼 可以聽到我們台灣人 最初 這個 原始 純粹的聲音 這樣不是很好 這樣可以跟各位 好好來分享 各位要知道 我現在錄音 錄音之後 那我就會有 揸到咬 mana 這個 電台 那電台就能配合 這樣就可以放出去了 好 那有心罩嗎 喔 這 spiritually 如果我4天成功後,我才帶我的部落局來給各位看 好,我們現在開始要來講 什麼 我做的是這個 僵屍粉絲 僵屍 僵屍 僵屍各位知道嗎? 僵屍如果有很多年輕人最愛看的電影 什麼目光之城 什麼就是僵屍 僵屍就是吃人的火焰 你如果叫他吃的火,你會變成僵屍 僵屍 有名叫僵屍 僵屍 其實僵屍的意思是說 不允不允的意思 不是說他會吃人的火 所以一般我們在看這個FBR臉書上的粉絲專頁 知道嗎? 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我們如果是在看這個粉絲專頁到底是有人在看 或是沒有人在看 不是去看他讚的人有多多 一般你看看 比如說 麻營Q的粉絲專頁 麻營Q的粉絲專頁 你要照顧看他 完全是開國家的錢 所以呢 那錢就把它開下去了 他的粉絲專頁呢 有150幾萬人的讚 150幾萬 各位 但是呢 150幾萬就代表說 麻營Q很有錢嗎? 當然不是啦 一般我們如果是在看這個麻營Q的粉絲專頁 應該是怎麼看呢 應該是去看說 旁邊有一個小小的白字 即使說 正在討論這專頁 正在討論 就剛才在討論 這樣意思是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說 他裡面 正在討論專頁的人 你要注意他看 這樣幾萬人而已 咦? 怎麼幾萬人而已? 幾萬人的意思就是 有跟他做話 在跟他按讚 或是在跟他留言 或是在跟他分享的人 所謂是很少 所以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代表就是說 當初那些150幾萬人來跟他按讚 然後 結果他是怎樣? 結果他是在那裡沒有什麼回應 沒有什麼回應的 這種叫做殭屍粉絲 Zombie Fans 如果你在網路裡面 他們使用這個名詞 叫做Zombie Fans 所以 這種人就 真的 你如果去到這裡 這個網路的鄉名 少年人 他們用的名稱叫做鄉名 在網路裡面的人 叫做鄉名 他們就說 啊 這個 就是人的 啊 這個一黑白開嘛 開開就是 一百五十幾萬 就是 這裡裡面都 窮屍一堆嘛 是啊 所以 你如果是說 要請人去幫你 尋銷你 這個 粉絲專頁 尤其是 現在喔 你如果去譬如說 我們在台南的 點子裡面 就有很多人說 你如果來 如果我這麼吃東西 你打卡 我就送乳蛋 或者 你加入我的粉絲專頁 我就又 上那個 低頭皮 上那個 豬耳朵 上什麼 一堆 這就是 希望 他的殭屍 不 希望他的粉絲 不是他的殭屍 希望他的粉絲 更多 但是我告訴你 這是 多些人 就是說 這樣做就對了 其實 不是這樣 你的粉絲數 多少 不是絕對的 這個關聯 有的人 比如說 我們的黑色 島嶼青年 就是 太陽花 這些 太陽花 雪印的這些 學生 他們所成立的 這個粉絲專頁 各位 正在討論的人數 遠遠超過於 他這個專業的粉絲數 也就是說 每一個人 來到他這個專業時 他們是非常用心在互動 這種的專業才是有效的 這種的粉絲專業才是 真的可以達成溝通 如果他把我們八成錢 開開 去做那些粉絲專業 結果 一百五十萬人 跟幾萬人 跟他講話而已 這種的就不好 這很深色 就是說 好 這樣 由於你來講 也不會這樣說 人家一百五十萬 一百五十萬也不好 不好創 你如果要創一百五十萬 我給各位報告 這是 比什麼更簡單 要怎麼創 這樣 中國 比較說 中國有一個 叫做微博 那麼 微博 就是像我們台灣人 要玩的一種 Facebook 但是他的二手很少 你去微博上面 有 那裡 中國人有夠多 什麼生理也在做 這種的 這種的 專門在做這些 網路廣告的人 他就在裡面 你要注意看 你就看了一件 一件東西 什麼東西呢 微博上面 有一種的人 就是在幫你 增加你的粉絲數 比如說 他說一百塊人民幣 差不多一百塊人民幣 就可以增加一萬名的粉絲 他說 如果你自己多少 我沒有 就拿到五萬幾個而已 五萬幾個 開五百塊就有了 那以後我幫你關 你馬上變十萬塊 我變十萬塊 一百塊人民幣 一百塊人民幣 就是五百塊的台幣 你如果說 要增加五萬塊 那就是 二千五百塊開開就好了 所以 沒有意思 所以 但是這增加 奇怪 他的粉絲數 是要怎麼增加 很簡單 要增加這種粉絲數 就是什麼 比如說 去申請一個網域 申請一個網域 大部分 比如說你在Google裡面 在申請一個網域 這樣你在這個網域裡面 比如說 你如果是做這種商業使用 你就能夠取得 二十五個到五十個 有 各種的選擇方案 看你自己要選什麼 就是說 比如說 有時候 比如說 我也可以設一個網域 我們一般 比如說 我可以設一個 叫做 at 餘夫 因為我申請的 餘夫 是我申請的網域 假設這樣 我就可以說 餘夫 at 餘夫 我也可以這樣 可以餘夫 餘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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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所以 呃 這種 要去 這種 所謂的假粉絲 殭屍粉絲 不難 老實講 不難 你錢把它開下去 就是了 呃 所以這種的粉絲 大部分是這樣 呃 比如說 這個 我如果要來 戰勝方亞林的加油團 我來發動我的 殭屍粉絲 我哪在 我哪在 湘西感絲隊 這樣 呵呵呵 呵呵呵 可不可以 湘西 什麼 他們也有這 湘西感絲隊嘛 可以把那個 西郎 像那個宮司 這樣 一直拱拱拱到他們 他們故鄉 那宮司就對他 不要這樣 丟一下丟一下 一直丟回去 呃 那這 這種的 我來說我來發動 方洋林 加油 我想要跟他 呃 要給他 一百一十 我就發動我這個 王毅來這裡 在 啊 這個 這個購買 然後登入這個 Facebook 啊Facebook 是這裡是不是 呃 他本來要用 他本來是用實名字 但是 你如果要說 要給他一個名字 比如說 叫A-Lane-Link A-Lane-Lee A-Lane-Pieter-Link Pieter-Lee 都可以了 啊 啊 但是啊 你不要再用檢舉就好了 啊 檢舉就是 多損失一下 不過這也是 沒什麼錢啦 啊 啊 所以這種粉絲呢 通常去跟 按讚了後 啊 就變成很趣的 這件事 就是說 你如果是去跟 那邊 呃 按讚了後 因為這殭屍粉絲 你不是說 比如說我 都是我伊夫自己一個人 在跟那個方向 方向你按讚 啊我當然沒辦法 那個 那個 我跟他按讚後 我就沒時間到一邊了嘛 啊不然我 就在那邊 登入,登出,登入,登出 我就反省 啊當然啊 啊伊夫 因為要管理這麼多的 我就承認給他 有一個頭像嘛 這無名嘛 我給他射一個臉幹什麼 啊不就是 無朋友 奇怪 這裡才會說 這個人的粉絲專業 奇怪 這個人整四年都在交朋友 這是在做社會 你如果是在粉絲專業 整四年都在交朋友 只有 有 幾種狀況 比較有些人是說 哎呀我本來想要去你看 比如說做人的為人父母 我還想要看我孩子 都在做什麼 我孫子在做什麼 所以我不用留言 沒什麼 我也沒要發文 整四年都用看而已 因為你要登入這個Facebook 才可以用看 所以這個嘛 是一種方法 另外一種就是 一種殭屍粉絲 他為什麼要 他是殭屍 為什麼要有朋友呢 這人敢的人 為什麼要養肩的朋友呢 他當然不需要嘛 不是這樣子嗎 所以這個呢 滿有趣啦 滿有趣 那麼 所以呢 還有另外一個 這個殭屍粉絲呢 還有另外一個人 除了他也不在發文嘛 所以這個人叫做 三五粉絲 不過 角色你如果是說 真的 要來 做這個網路行銷 FV的專業行銷 結果你是採用這個手法 我老是跟你說 唉 這真的好 就 下山 下山爛的手段 有什麼呢 因為你說 你委託什麼 要把你的粉絲團 好好整理 結果我都跟他用 你將資粉絲 讓你唱到要靠北去 像馬英九這樣 有150萬的粉絲 但是沒有人 沒什麼人要跟你說話 你唱到要靠北去 這樣你錢不是價錢 那是說 人家可以叫做 開那個老百姓 沒差啦 那問題是 現在這個 一定來到這個網路世代 你在FV上面發文 列書上面發文 現在FV開始有很多 為什麼呢 你看 早上起來 你跟人家發 早安 晚上就晚安 如果要早安 晚安 這樣 中午後 午安 吃飯 飯前拍一拍 放後拍一拍 放後拍一拍 你吃心的 東西 你也要給人家拍 給人家看 欸 拜託 好嗎 你如果在那裡 現你自己的粉絲專頁 你的朋友 如果把你夾出 你噁心的 你會覺得很聖 對不對 雖然大家是朋友 但是你也拜託 也有一點點 你要讓大家看 你也這樣 漂亮 這樣大家才會開心 你如果要早安 晚安 你早安要做什麼 早上就在找老公 中午就在無老公 午安 晚上就在換老公 我會讓你緩緩緩 所以呢 現在這個FV上面 也有一個功能 就是說 這個人都找老公 整個 取消追蹤 它上面就有一個功能 取消追蹤 為什麼呢 因為FV裡面 實在是太多本色 垃圾消息 那 這種垃圾消息 會使得 你在看東西的時候 感覺品質很差 只有一堆朋友 在早安晚安 我就不是要看這個啊 比如說太陽花 在運動 我是要看一堆朋友的看法 結果這個人 一天在早安晚安 早安晚安都在幫你洗版 把你洗你的飯 整天給你看到他而已 那你當然也覺得很痊癢 所以 人家現在是這樣 FV上面也這樣 跟你玩 可是說你 你打的連結 原來你是要做生理的 他說你打的連結 是要把你打到你的工庫裡面 這樣FV的演算法也算得對喔 還有一種的 是什麼呢 你的連結 你的那個連結 根本就是連你釣魚網站 啊什麼是釣魚網站 嗯 這種的叫做more well 啊 這專業的名詞就是說 他可能就是要釣你的這個 啊 帳號密碼 所以呢 你黏過我 隨意 隨意去就釣魚 去就釣魚啦 他就隨意你釣掉了 就說你的帳號密碼也釣掉了 啊所以很多人在那裡 你說 你怎麼去用 去用入軍啊 你自己就沒有消心嘛 啊 啊如果叫你按釣對你就在釣對 你說我怎麼會釣啊 啊 這個人你不知道要看他 是 值不值得你信賴 值得 那你當然就是要 可以這一個 呃 來 來信賴 啊如果不值得你就 不是說有人叫你去連連隊 你就做你連隊 你也這麼說耶 啊 所以啊 現在FV也開始在算了 開始在算了 那還有一種人是 那種 比較沒品 啊 用到他的這個殭屍帳號 為什麼 比如說 欸我現在喔 走來去漁夫那裡留言 喔 啊 把他幹嚇一下 這樣 啊現在就嚇一嚇以後 呵呵呵 我隨意把漁夫封鎖 你不會隨意來走 這樣 欸也有這種的耶 你敢知道嗎 這就是喔 這種的就是說 他現在跟你留言後 啊他怕喔 他的粉絲帳號去給你檢舉 那像我喔 我是這樣啦 我如果看這個喔 一定是那個殭屍粉絲的帳號 我就 可以給他檢舉的啦 我是說 絕對不會客氣的啦 啊 如果還要來 因為 各位要知道 就是說 不管你是在FB上面 你的帳號 或者是你的專業 你都在最大啦 就是你最大 喔 不要怕 就是你最大 喔 齁 你要封鎖什麼 要跟三人結合 齁 他各種的工具都有 齁 啊有的人是 你如果沒有理性來 來作為討論 我們 我們 這個社會就是這樣 你跟人的地方 欸 你想說 你去跟人家的家 先問到 你跟人家說 都跟人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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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種喔 他現在有一步就是這樣做 這實在是 真好笑的事情 你說是不是 所以我是 注定說 如果是在網路裡面 因為 現在 大家都知道 要怎麼聰明 啊 網路裡面呢 大概是每一個人 都可以爭取到 發聲的機會 欸 是不是喔 我現在在家裡 有一個iPad 喔 欸 不好意思喔 我也在做廣播啊 對不對 啊 有可能 我嚇一支手機仔啦 我去拍名片啊 我也在做電視啊 所以 一定是越來越簡單 啊我 我來去拍一間 很漂亮的雙 欸 我這樣就要等你報紙 等你十字給我同意 我才可以發表 不必嘛 我感覺等你轉編期 不必嘛 我自己 補補就可以了嘛 那不是這樣 所以 所以 在每一個人 有發生的 全力的時候 我們電腦是 變成要怎麼 變成要 變成要 這個 專業 電腦要更專業 沒有專業 沒有也有生意啦 有生意 人家才會很重 這本事就是這樣 所以 你如果要用這些 這種方法去 衝人術 衝粉絲術 這種的 人要跟你參與 怎麼都說的呢 人要跟你參與 我三十年 你粉絲術多少 所以我現在就來參與 你沒有那個生意嘛 所以 很重要就是說 要有誠意 那麼 用那一本 我告訴你 一定是 老糟了 一定 老梗了 年輕人來說 一定老梗了 那麼 在美國是怎麼做呢 在美國啊 我現在來 講一個美國的故事 美國有一個 美國城市碼基金會 叫做 The Code for America 那麼 這個創辦人 是有一個 這個創辦人 叫做 Jennefer Polka Polka小姐 她是這樣啦 她是拿手說 她是拿手說 這樣啦 因為 我們這個政府 大部分時候 都覺得說 很沒效率 沒效率 最重要的是 官僚系統 各位也知道 如果是在政府 在做事情 就是 最重要的是 合法 要合法 要合法 至於呢 這一個有沒有效率 他們沒有在關心 那 就是這樣 對老闆來講 是很痛苦啊 好比說 我們說什麼事情 如果 市民 如果有什麼事情 我們就把它卡 199 1999 這支鑽線 我也沒卡過 卡去 當然啦 台度很好 但是我再給你解決問題 沒有 我 先生 你講了這個話 我們回去要研究一下 怎麼樣 服務態度是很好啦 問題是 唉 還是沒有解決事情 我總不可以說 大人的事情 來去找那個市議員 我也是主要說 不想去找什麼 市議員 你們家的水高 如果搬去 跟你們家庭上說 就可以了 現在就出一個問題 如果是這樣的 卡斯文家的水高派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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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隻鳥子走一趟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打 要怎樣 你還想到這個問題 卡斯文家的水高派去 如果我們家現在發生 有白魚 去吃什麼 每當吃東西 我不會處理 這樣 反正市民的問題 絕對是五花八門的 千奇百怪的 什麼市場骨頭就有了 說簡單就是這樣 所以他們這個Poker 他們的說法 他們就是 這樣啦 沒有幾期 我們派高科技的人才 做什麼 去到你政府的裡面 去幫你做 做什麼 就是做說 看他們有一個案 很深色 他們就在Boston 那個地方 他們就拿出來說 他們用一種 做APP 譬如說 他們當天的時候 他說 這個 譬如說 這個案子 很深色 尤其是到冬天 冬天在流水的時候 因為在流水 把消防酸 整個都蓋住了 蓋住了 蓋住的話 如果火車主義要怎樣 不然就找不到消防酸 這個要怎樣 比如說 海嘯 在日本有海嘯 那種的 情形出現 請問一下 海嘯 警報器 如果判魚要怎樣 這也是有人來用 所以 他們就是發明一個 說 這個APP就是怎樣 所有的市民 都來提出 他自己的問題 讓所有市民 都來 推這個 其他的市民 來解決問題 所以就變成說 青春 各位如果知道 在美國有一個 叫做 叫做 Q.U.A.R.O. 我記得是這個網站 總共有一個叫支付 這是從商品的 這就是一問一答一問 問答式的網站跟APP 也就是說你問 但是我們有一個人的千奇百怪問題都有 所以你問我答 我來幫你答 你如果要用過Yahoo大概就有 這種會很多 他們那時候就很心想 他們就來創作 創作這個 所有的人都來參與 所以這個 他們另外一個執行長 他們那個總監 他們做一個總監 這個叫做布萊斯 布萊斯 Catherine 布萊斯 他就是 他就說 希望每個人都來做駭客 什麼叫駭客 各位要知道我們現在這個 這個所謂的駭客 就是專門在把人家的城市鑽漏洞 譬如說你現在 有這個漏洞 我就跟你 譬如說你講風波 我來駭進去 駭進去當然是要投資料 投機密資料 但是我也故意說 不是說每個人都這麼無聊 十八營 我就在那裡害這個 害那個 害到大家在那裡都在中途 不然就是去 入裡面去 去給人 這個 跟人家的網頁 改改 改設情網頁 或者頂頂 不是每一個人都是這麼的無聊 當然要講 中國有些解放軍 這些都在做駭客任務 一堆 但是 大網路大 大公司 你像Google 微軟 或者PayPal 是一種 PayPal 在美國人 也叫做PayPal 我們台灣人 也叫做PayPal 這就是 一個第三方自負的工具 但是 他們這些大公司 也是希望說 你們這些駭客 盡量給我駭 沒關係 我提供獎金給你 你來給我駭 那你說 這個人是什麼 有問題 這些大公司 不是太過分 是他希望說 你可以找出 他的城市的漏洞 因為他裡面 很多工人士 要設計得很好 但是問題 自己設計 你不知道外面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有這種格趣 如果這一種高手 是可以 破解他們的 這個 安全機制 這電腦好 對不對 電腦好 我的使用者 用起來 他們會比較安心 所以我可以選團 你看看 用我的 沒問題 你看看 怎麼 就像我們現在 在做這個鎖 做的設備 有嗎 搖架所有的開設備 來 你給我開 開看看 你開就開 我給你多少錢 這是一個方法 所以 那一種 駭客 一般稱之為 黑帽駭客 就是 黑帽駭客 就是 黑帽駭客 我們說的 簡單 就是 拍攝駭客 但是 駭客 裡面 要分三種 一種 黑帽駭客 全門蓄意破壞 另外一種 叫白帽駭客 就是 沒關係 你黑帽駭客 你把我破壞的漏洞 我白帽駭客 就大部分 就是錢了 我回來 反其道而行 我趕快把它補起來 這種我稱之為 白帽駭客 就是白帽駭客 他本身 去出現公司的漏洞 但是 大家再想辦法來改善 這個 補起來 這也是有一種 還有一種 叫做 灰帽駭客 就是 黑跟白之間的灰帽駭客 這種最公佈 為什麼最公佈 這種人都覺得 神經神經 你到底是 你如果好人也知道 你若壞人也知道 就是 你補甘電話 我就不知道 不知道你到底是 甘的還是中的 這種 對他們來說 點得 比較頭痛 不過 在這個 這個 這個 白帽駭 他的講法 他也是說 去每一個生日 幫忙 政府的官僚 來接著一些 有用的 這一種 電腦程式 來動員 所有的市民 一起來發問 所以在市民 他的看法裡面 是good hackers 好的駭客 也就是所謂的 白帽駭客 他不是說 你做駭客 用這樣說話說說就行了 當然 他的意思是說 不需要什麼 電腦的技術 那麼你就可以來 好好的 來幫忙 所有的市民 市政府 齁 一起來解決問題 這不才是對的 所以我現在 要說的是說 你要支持 方洋林的人 應該是 用另外一個態度來看 你如果要支持國民黨 國民黨現在在執政 你要支持一個執政的政府 你要讓他做得更好 更有效率 應該是 將到你的高超技術 你如果有錢就更好 應該是把這些資源 用在請求人這種白帽駭客 請求人這個 叫做 Code for America 的這種組織 來幫助政府 跟這個 百姓來 共同解決問題 你們不知道對嗎 是不是這樣 付帽 你有問題 好 我趕緊 我來幫助政府 來回答各式各樣的問題 你給錢開在這裡 這樣 可以讓我們的國家 國家能夠得以和諧 你知道嗎 我要解決問題 你現在不是 你去做一個加油戰 加油粉絲團 你不是在跟老百姓對立嗎 你跟老百姓對立好啊 你如果對立的成的話 這樣 這樣也是說你厲害 但問題是怎樣 之前的問題是 很多鄉民都說 你這個做假的嘛 他也不服氣啊 所以越陌生 越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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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們的國家 對我們的社會 感到好處 大家說得對嗎 所以這就是我今天要說的 這個 殭屍粉絲 如果是去扮到白帽駭客 結果呢 會是怎樣 這點就是 希望說 透過我們這個公佈 可以讓所有人要解 就是說 畢竟 政治的歷經 台語無三天 但是 民對的這個媽媽 已經要賣台 他就說 好了 別說他賣台 民對的我們國家 現在已經變成這樣 這麼做的 不一樣的意見 的時候 我們是應該跟共同來 這個 該國問題 不是共同來對立 這就是沒有好處 啊 學生孩子今天也是跟你說 他們不是為了解這些問題 他們 因為他們希望說 這個父母的經過的過程 可以透明化 他們的反獨裁 這不是很重要 所以我們應該是 大家共同 新品氣候來做這個問題 不是製造對立 對吧 這個問題就說到這裡 我們再說 這件太陽化運動裡面 民進黨 到底是 並做 發生什麼事情 民進黨 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來看這個 有一個台灣指標民調公司 他就發表一個民調 他說 含這個三月的下旬 這個比較 民眾 如果是對國民黨好感的比例 增加3.8% 對國民黨增加好感 你說 那不是發生 太陽化 這個血印 大家要把國民黨 找到沒有一塊魚 是怎麼 好感比例增加3.8% 這樣做價 做價 先不用緊張 我說完 反感的 反感的比例 微降0.3% 反感 對國民黨反感的 微降 0.3% 0.3%就是證物範圍誤差之內 所以 定義就是說 沒什麼好感 沒什麼反感就對了 但是對民進黨的好感比例 你如果看到 你又要考慮 減少3.9% 怎麼這樣 民進黨 那的好感比例減少3.9% 我不相信 我們繼續看 反感的比例 抖增7個百分點 7個 7個 Gentlemen 7個 7個 百分點 你看看 到底是怎樣 現在是發生什麼事 呵呵呵 這 真是認識 我記得 在這間 太陽花學院 一開始 我就 在那個網路裡面 發表一些 我個人的看法 啊 就有人來跟 我的那個 FB經管 劉華 他說 漁夫大哥 啊 民進黨 在這間 這個學院裡面 應該要辦什麼樣的 角色 呵呵 我說要辦什麼角色 啊 民進黨 一開始就 去用邊緣化去 啊 啊 今天喔 三月十八發生 啊 那一個禮拜 拜五 啊 民進黨就發動 所有的這個群眾 說 啊 啊 大家準備要去日本戲 啊 還要來阻擋這個 啊 這個 啊 那一天民進黨 叫一個他去 啊 啊 啊 法 seeds 剛才我就趕去看學運的關心那些學生 你嚇進去 各位這樣對不對 不然就凍算 林佳龍 凍算 我說靠腰 還在這裡靠著 人在學運 你在那裡凍算 個人 跟那個學部的時候我還寫著回來 人家都改善你 然後改善你 我在訪著民進黨的一個高層 我說 你如果改善你 怎麼算他 他說 我很大 你 如果不是不知道 現在裡面那裡最大 他說我太差了 所以我怎麼收起來 所以民進黨自己從旁邊摸摸 收起來 都回去了 各位要知道呢 我在這個中間 和這些民進黨 我就在跟他聊天 我就說 現在學生的主張是什麼 是退肥福茂 民進黨要做什麼事情 民進黨又在那裡逐條審查 誰在跟他逐條審查 他是要退肥福茂 我又跟你說這道 退肥福茂 這個呢 民進黨到那裡很無力 很無力 很無力 當然這中間有像邱毅 想要把太陽花工成相交 說絕對是民進黨在暗中策劃 這都栽贈 這不值得一談 但是民進黨在這一次的這個學生和國民黨抗爭當中 他是被邊緣化 沒錯 最好有一個作用就是在那邊顧門口 到底民進黨是做什麼事情 做什麼事情 經濟稻都讓我們看出來說 民進黨是一個週末革命家 週末革命家 好 有什麼是週末革命家呢 週末的時候就一群人來 像嘉年華這樣 大家在那邊走一走 走一走 走一走 我們沒有要損 我們在那裡分開到沒有要損 結果民進黨會上官高等的人說 算啊 算啊 回家 下班了 靠位 遊行抗爭有人在那裡 那種是上下班的嗎 所以啊 這幾年來的民進黨 實在表現到很失望 不要跟你說 我不是在公佈這裡說而已 我去到這個民進黨的中東部 問著東主席 蘇晋聰 蘇主席 趙雄 我也是跟他說 我說蘇主席啊 我跟你老實說 你一定要聽你 民間現在對著這個民進黨 這樣 這樣無這裡有的無的 啊 無後無的 無出是一個什麼的 啊 台獨不堅定 啊 然後就說什麼 要把台獨擋槍拿掉 啊 然後就跟阿扁切割 啊 然後就 兵作長的 啊 長的雖然是我的好朋友 但是去到中國 喔 說 去他們的廟拜拜 說大家好 齁 我很去的 我就 拖了人去跟現場人說 其實我可以直接打給他 但是我實在是很去的 所以我不會打給他 我就說喔 要是在靠三小啦 說我老實聽就是這樣嘛 齁 雖然有點粗啦 但是 是很生氣的 就是說 你不然你是在靠這一個台 你也告訴我 齁 這就是這幾年的民進黨齁 可以說 國家的方向 抓不出一個 這個方向出來 啊 為什麼變成這樣呢 我告訴你 切 你如果在打 我把我打過一分子 他在說 這是外國一分子 他在說地瀉混注 因為現在的知識分子很糟糕啊 知識分子本來是要扮演一個 帶領社會 往這一個理想道德去走的 也就是說 比如說大學裡面 很多這個教授 他不是跟他搞錯而已 他不是教書這樣呢 他是提出一個 新的社會價值出來 也很重要 所以各位你看看 這間的這個大學學長 除了東華大學那個學長以外 所有的大學學長 放點點 甚至還說那種 去跟那個黑道稱讚 像清華大學的副學長 去稱讚黑道 啊這種人要來做副學長 你會想起嗎 啊台北人的學長放點點 各位要知道呢 不管是這個 依靜台大這個學長 副思連 阿那個蔡遠培 這個長期的dad 學運號形的時候 都不准你 我只要有一個 他那時候就把那個伯母親發動學生的時候 就跟伯母親說 你不想我我我會想你如果想我我會想你試試看 所以人們有那個感情 我們現在校長大陸都放在那邊 跟他一位教授出來戰聲講話 但是為什麼教授會變成這樣 很簡單 每天就要評鑑 升等 再寫論文 就是經國的體制 把這些教授創得很累 一天為了那些評鑑 升等 論文 補給這些教授 對社會怎麼會有心 要有心也利未代 也沒有那個錢 所以就變成說 所有的教授都變成 只要為了要升等 為了要升等 教授我們第一種教授要做什麼 是不是這樣 我們若是把我們一個孩子送到學校讀書 不是只要學科一百分 我們是要希望這些孩子可以在學校裏面做人的動力 是一個有正義感 可以改變社會 而是國家未來的主人說 這種的實施是我們要頂著這個教授 但是我們今天不是這樣 我們今天是變成這些的學生 這些的教授 然後我們要去選擇 然後要去選擇 然後要去選擇 然後再去選擇 這間的清華大學 真的跟交通大學 這個我怎麼表現了 我真的覺得很頭痛 所以喔 我們頭痛還很痛心 所以還覺得 實在是 我這個教授不知道要怎麼做下去 所以 慢慢就是你把這些教授訓話 民進黨是什麼 民進黨也是這樣 民進黨現在是這樣 民進黨裡面的人都在穿圍 這就是這樣 當民進黨在執政的時候 我就注意在看國民黨下來的人在做什麼 民進黨是公公的 人家去執政就不知道 人家在補貝、寶物都放在什麼地方 就我說一個笑話給各位聽 我有一天去國籃 我就看到國籃的土 漂亮漂亮 外面有人在那裡埋鍋造販 我就看我的朋友很奇怪 你們政府的那些家這樣漂亮噴噴噴 為什麼外面有一群 善良人在那裡埋鍋造販 流浪漢在那裡埋鍋造販 他說 欸欸欸 你搞錯了 外面在那裡埋鍋造販的人 是本地在裡面在住的人 怎麼這樣 他說 他就算不知道要共產黨來 想說要給他探出 探出他 探出他想說他的財產 他就是不放啊 他就想說他有一天會再回去 所以他總把 埋鍋造販在他桌傘的頭上等 等他看我有一天會回來 我就真的 我譬如說一下國民黨 去給民進黨探出的 現在在外面埋鍋造販 等他有一天還可以回家 一天真的被回家 但是 那個外面的家裡 住人的好處裡的人 找不到人的財庫在那裡 保險性在那裡 錢在那裡也搞不清楚 那時候我一個老師 去做研考會副主委 在那裡在選民進黨 不是 國民黨四代道隊 有多少醜養的位置 第二年我問他 老師有多少醜養的位置 你算出來嗎 他說 我算來算喔 差不多有三千幾位 第二年我問到他說 老師現在結果是怎樣 他還在算來算 大概有五千多個位置 第三年再問到他 他說 老師算出來說 差不多已經算好了 大概有七千幾位 七千幾位 所以國民黨落後 臥心長壇一直要回家 因為七千幾位 不知道要殺一堆打的 這樣和民進黨也這樣 民進黨現在齁 一日落後 也不知道要殺一堆打的 也不知道去哪裡 種 所以 他藏過權力智慧之後 忘記出衝 開始只要爭權 大家都想要做大冬就對了 你現在不會冠軍 你現在說 去跟他們說一下 他現在說 如果我再說 我們都不知道 說我再說 我跟你們建議一下 你們應該怎麼做 走到要死 想說你要在稱為 他 很多朋友都這樣說 很多愛台灣人都這樣說 並且說 他內部的權力侵擎 比國民黨還要嚴重 想不到國民黨也是 他那個馬英九無靈 嚴重那個人是 大家乖乖聽他的 不是民進黨裡面 好像唱到 大家看起來很切心 所以 你對國家 你的理想是什麼 你要把台灣帶去哪裡 將來讓你骨頭回去 你要把台灣帶去哪裡 不說 所以 說進來 我們現在 注意看看 民進黨現在會打算是怎樣 沒關係 反正 不要這樣 你不要等我等 我等一會 好 等一會 國民黨下台 換我 換我 好啊 這是 這是 這不是爛蘋果理論 這是 毒蘋果跟爛蘋果 國民黨是毒蘋果 民進黨爛蘋果 這樣 兩個人這樣在庇佑 最可憐的是什麼人 最可憐的就是 我們的老百姓 這樣是這樣 所以 這幾年沒看到他們的方向 也不知道他要帶我們台灣人去到什麼地方 所以 我就有一個漫畫 這所情緒是事件 我說 民進黨都 都 都打 都可以 都打 都可以 你看 太陽花學院 你給老百姓 看了一點 原來不用靠你們政黨 靠這些年輕人 都比較有希望 所以你看 那些年輕人的 不管是 熱情 五十的人 不管是 所有的人 用什麼所有的 這個主委 在幫他們 支持 我告訴你 那種熱情 就是 是當初我們看到的一政 當初最早以前 我們的政出民主自由 二十三年前 不是 他在拜託而已 還正正 那些人的一政 倒回來 台灣人有一個政 有 為了國家台灣人 有真的要知道嗎 有 但是呢 你一個政黨 給人民 適合到的熱情 是為什麼 這是你自己要 要好好檢討的地方 為什麼老百姓 對你已經失去了熱情 為什麼老百姓到今天 是看到 在年輕人 在年輕的學子 學生出來 熱情才出來 為什麼 這不是 都沒有什麼 所以不怪 中國的民調 結束了 民進黨 反而整個的民調 往下掉 你讓看不看手 人知道說 我沒力也沒關係 反正你如果在野黨 不像在野黨 所以 所以 今天的 蘇貞昌 公主席死掉 我不知道有一個 夢想說 他就要民進黨倒電 趕快要找人來頂讓 是啊 趕快頂讓 頂讓 頂讓給你蔡英文 蔡英文要請問你 你過來 你要怎麼做 你如果說 你要跟EKFA 說什麼 EKFA 繼續執行 你如果說 服務 繼續執行 主角審查就好 這樣我跟你說 你買這件不這件 那是你家的事 學生今天要的是 重審服貌 退回服貌 退回去 結果你還是在一條一條的 我跟你說到時候 學生又重審 你民進黨要怎麼做 讓你這件 讓你做總統 沒關係 問題是 學生又重審 這樣你要怎麼 對社會 對你的支持 這麼交代 所以人家如果在選舉的時候 問你這句話 你就倒了 問你說 如果有一天 如果萬一 國民黨說 好 慘慘 那些人 那些人叫大家都 WhatsApp 小營 再來 沒關係 我整齊 全補功 退回服貌 頂簽 哇 你民進黨 你民進黨 要找一堆 還要更一堆台 所以一個政黨 一定要好好的去 想說自己當初 從政的初衷是什麼 我不知道 這個 從政的初衷 這句話是 謝長廷拿出來的 但是 我會 大家互相說 啊 重點是說 初衷是什麼 有沒有好好去想 說 當時 你為什麼 為了什麼民主 為了什麼樣的理想 你會來 參加這個政治的活動 這是每一個人都要想的 每一個民進黨 如果是要再在這個 預火重生 要再站起來 他應該要這樣去想 不應該再去想 什麼人要做什麼 什麼人要做什麼 那不重要 所以 如果是有那個心 你就是說 比較說 有的人 他會說 蘇晋聰落來是不是要選 十百次 我跟你說 如果以我的看法 蘇晋聰去選十百次 那不得了 人家大概說 以蘇晋聰這個企圖 一定拿下來 再去選這個 新北市長 為了黨 在犧牲 不管是怎樣 選一個地方 把那個 佐水師以北 唱回來 這樣我跟你說 蘇晋聰 要再選總統 也沒問題 新北市長 之後 不好意思 我現在要做 我現在要做總統 你跟 我感覺 當然是有人會 跟他 跟他媽 跟他選 但是沒關係 你只要做總統 我保證我新北市 一定做得比較好 你做得比較好 我給他更多的資源 人家還是會感激你 不是這樣嗎 好 所以 這是我今天說的 要這兩件事 這件 就是在說 這個殭屍粉絲 這件 就是在說 為什麼民進黨 在學運 後 後面民調的下滑 希望 這兩點說完之後 可以和 這些人 大家做回來 討論 你 我們都是愛台灣 國家比較重要 那今天 最後要跟各位說 這是 用這個 iPad 去錄 平時 請大家 關聯 不過如果我自己 先說 以後每個人都可以 開廣播電台 也不是這樣 好 謝謝 各位 這是我們 FMQE.5 自由基車 漁夫 自由行的節目 我是漁夫 我們後一個 禮拜 同一個時間 不要買今天 晚上 九點 尊時 轉來聽 漁夫 到底會 用最新困 我們可以跟這家的 都好 這樣更多 外的主要 還有一堆 就可以 整理主要 可以好好 來跟各位 討論 希望 這個節目 可以 讓 如果說了不好的 所謂 如果說了好的 請各位 再給我一些 鄉下 好 謝謝 謝謝 我是漁夫 拜拜 謝謝 謝謝 謝謝